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透过那个齐隆来这份讲解 又有影片给他看的话 特别的媒体来讲这个主题的话 对他们来讲会更相信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歪现象 以免以后再被受害 与长辈们互动加深对媒体试图的印象 像一些假的消息 我在电视或者是媒体或者是那个手机 一切都是在讲一些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商业消息 是假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刚才我听这些资料以后 我会比较知道说怎么去辨识假新闻 然后我们会启动媒体的辨识 多看一些先导 不被假讯息牵着鼻子走 真的很重要 金融市议员童子伟亲自到活动现场 与长辈们寒暄 更以自己服务处碰到的真实案例 与大家分享 提醒长辈们一定要超明辨别真假消息 我想要特别感谢中家集团在这个时候 我们资讯网路普及的年代 然后特别走到我们的这个文安社区 来教导我们长辈引发主如何使用 跟辨别我们的网路的一些相关资讯软体的使用 那尤其现在诈骗案频传 那我们长辈其实也跟时代接轨 通过那个手机的软体 那我们曾经服务处就有接到这个 曾经的按键就是长辈的 接收到LINE的这个上面的一些诈骗的内容 但他们无法辨别真伪 所以我想中家集团这个爱心这个异局 我想非常的令人感动 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更深入 更了解我们这个网路辨别的能力 假新闻虽然不是新现象 在传播历史中也屡见不鲜 但在网路社群及串流平台的兴盛下 却加速助长了假新闻的扩散速度与影响范围 假新闻的产制及散布 更成为新的不效盈利模式 可影响的范围与层面难以预测 因此呼吁所有的阅听众 务必要谨慎筛选资讯来源 聪明分辨 增长新闻 记者蔡小军皇宋明采访棒棒